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关注人民网 我们都知道食品安全问题是一个大家都非常关心的问题 从政府到企业到公众都对此投入了很大的关注 而我们也知道政府和企业其实都下了很大的力气来解决这样的问题 今天呢我们就约到了一位企业家 让他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食品安全问题 以及有什么科技手段能够帮我们公众在这方面能够提高我们的一些意识和想法 首先我向大家介绍的就是北京三安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张令安张总 非常高兴邀请您来我们的朋友 现在先跟我们网友打个招呼好吗 各位网友今天有幸来到人民网给大家共同探讨这个食品安全问题非常高兴 好了张总我们都知道您作为李嘉诚先生的首席科学家 一直被誉为李先生身边的一位神秘的人物 其实呢您已经是站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上了 那么您是什么原因处使您去创立这三安科技集团的呢 这个话应该是从2005年说起 2005年呢咱们国家一直在谈到这个社会主义新农村问题 农民征收制服问题 农业征效问题 这么看来以后呢 我们国家也下了很大的力量 包括中央包括地方的领导都下了很大力量 但是后来做了以后呢 因为缺乏一个科技的支持 想法很多 也做了很多工作 但是怎么能够找到给农民一个造雪的机制 这造雪机制呢 说起来很复杂也很简单 中国农民产品卖不得去 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农产品品质 中国的农产品价格呢 是没得说是世界都知道最便宜的 但是要说它的品质一品质不好呢 就造成了这个市场卖出去比较难 这个卖个好价格就更难 所以我们有一套重套的科技 能够从污染的源头做起 做出一个世界上就是无农产无化产的这种产品呢 农民的农产品如果说品质提高了 就能卖出去 所以我中角的中国的农民需要有人来帮助 需要有这个有势之士 或者是这个有希望有报复的人来到我们国内 跟农民共同把这个事情来解决 这就是我的愿望 所以就回到国内来 很执着地愿意跟农民来打工 做好这个食品安全问题 把农民的这个致富问题能够有效触解 这就是我的想法 大家在食用食品的时候 首先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安全 而我们的企业的名字叫三安 那么能不能请您跟我们介绍一下 用比较简洁的话 给我们阐述一下三安的这个企业的一个含义和概念吧 三安企业呢它有两筹意思 第一筹意思呢就是说根据食品啊 从这个农产品 从这个产地 从这个产地 从田间地头到这个餐桌啊 它可以分成三个环节 三个环节 一个环节就是说它的产地环境的安全 再生产过程的安全 再生产过程的安全 再就是产品出来的这个它的指标能够达到安全要求 所以把这三个安呢就是产地安全 生产过程安全和产品能够得到一个符合安全标准的这个方法来做的 另外一筹意思呢 它的三安的来源就是说 这个老百姓能吃到安全的食品能够安心 老百姓那个农民呢能够通过这个商人食品能够致富呢 就安静到月 国家呢由于这个解决农民的问题也能取得安定 当然是这么想的这个三安大概是这么的意思 好的谢谢张伯 那我们也知道就是说我们国家政府在对食品安全方面要求也是比较严格的 而且有很多已经有很多概念了 像我们大家都知道的绿色食品 还有无公害食品 还有有机食品这些 我就不知道我们的三安生产出来的食品 和这其中的这些几个概念是有什么样的区别和联系 这三安食品呢 它是一个全新概念的食品 它和现有的国际上所强调的有机食品 还有这个我们国内的绿色食品 还有无公害食品 有机食品呢 这一块是由欧盟这个一开始发起的这个食品 它是在处理地上采取就是无化学的方法来种植生产的食品 但因为这种食品呢 它的价格比较高 产量也比较低 所以很难把它扩大起来 我们国内呢 因为不适应没有这个国外这个条件 所以我们国内采取来了一个绿色食品 绿色食品呢 实际上它的定位呢 在国际上还得不到认可 在国内呢 大家认为是绿色食品呢 它这个实际上还是叫规范化肥与农药的使用的基础商 不是不用化肥不用农药 是规范化肥与农药的这个使用基础上做出来的 还属于一种低农产的一种产品 无辜害食品呢 就是我们国内都做绿色食品的一个成本也比较高 也比较难做 所以又来个叫做无辜害食品 无辜害食品实际上它控制农药在上市前 少用一些这个剧毒的农药呢 少用一些是这个角度做出来的 三食品它是不用化肥不用农药 完全从净化土壤最后到这个生产过程 完全控制是使用的生物技术 完全都是生物技术产品 有二十八项生物技术产品贯穿了整个农产品的全过程 所以它生产的产品呢 是无农产无化产无药产的 在无论意义上来讲 它和日本的肯定略表和这个欧盟的这个 这个零风险这个产品来比较呢 日本的应该是低农产的 欧盟的也应该是低农产的 我们三食品呢是无农产的 也就是说它无产毒的 在无论意义上我们三食品占到了国际的最高端 现在是从安全角度来讲 它是个最高端 刚才听了张手的介绍 可能网友们对三安食品已经有了很大的兴趣 可能也有些网友有疑问 就是说因为我们都知道三安食品它设计的品种种类很多 那么是一种什么样的技术能够让这么多的种类和品种都能够实现这么高的品质呢 它这个农产品设计的主要是三大领域 一大领域呢就说这个种植业 也就是我们吃的粮食啊水果啊蔬菜啊 这都是种植业 种植业呢它采用一套技术 就是有八种技术 一种技术呢就是说把土要净了 就是净化土壤的三安食品 一个是净水的三安食品制剂 再一个重金属细服的 还有地下冲防制的 完了这地下解决完以后呢 地上要解决这个农药肥药的问题 这个要把这个解决掉 再接着出来的产品呢 还有一种生物保鲜 往往因为产品出了以后呢 这最后一关保鲜那一关 又用上化学制剂了 又污染了 所以这是一个过程 就是说它用了拔相技术来做的 第二个是水产养殖业 就是养鱼养虾养蟹 这个呢是通过先净水 所以这个鱼虾蟹不安全 关键问题是水它本身就污染了 怎么那么水净了 先净水再替换了饲料 和饲料添加剂 再替换了这个鱼药 这一系列下来呢 大概它也有五项技术在这里来做 接下来就是我们这个肉蛋奶 也就是我们吃的猪肉啊牛肉啊 还喝的牛奶啊鸡蛋啊这个 它是从进化养殖场到替换饲料 所以都用采取生物饲料 不用这个有污染的饲料 再就是治病防病呢 用了这个生物添加剂 也用了这个生物受药 这个做下来以后呢 它就把这个肉的整个的安全问题解决掉了 也就是说在食用菌的招牌上也是用了这套技术 所以它就不存在于化学品的投入 所以食品为什么不安全呢 关键问题是一个环境 污染的环境里是不可能生产出安全的食品来 这个污水里头就不可能养出干净的鱼来 这是肯定的 所以要把水净了 把环境净了 所以这样呢 再通过一个安全的生产手段 就把它做出安全了 这是一套技术 这套技术呢 为什么在国际上目前来讲 国际上还没有 是咱们自主创新 独家所有的 其原因呢 就是一个生命科学的一个新的研究方法 叫生命信息调控技术 是我们创造的 所以由于这个调控技术 这个技术平台出了以后呢 所以就是研究其他技术呢 就相对比较容易了 好的 我们知道生产食品 它实际上是包含蔬菜 油肉猪肉蛋 还有一些香米 还有三黄鸡等等这么多种类 但是这些呢 农作物 不管是农作物 还是一般的家禽家畜 它都是在土地上面生长的 那么我们是什么样的土地 能够保证我们有这么健康的产品呢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生产基地的一些情况 刚才主持人说过呢 就是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生产农产品的环境 这环境呢是已经在我们国内来讲 找一个非常干净的环境 就是不污染的环境 这很难了 因为我们已经人口比较多 土地比较少 我们国家福祉指数 养殖指数也比较密 所以建议这一点呢 我们国内就很难做出一个安全的食品来 所以我们呢 不是才去选择一个安全的环境 已经洁净的环境 而是才去主动对污染的环境进行清理 洁净化 也就是对它进行生产技术先处理 处理了以后呢 它才能干净 比如讲养牛 养牛这个我们大家喝的牛奶要干净 首先是它的牧场 这牧场已经污染了 多年来都已经污染了 各种牛粪乱七八糟 带着这个生产制剂 这个什么化学的添加剂都已经布满了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就得把这个牧场进行净化 所以因为我们在内蒙这个通辽 正在做这个项目 所以就是很大的一个草原进行生物技术净化 净化完以后牧草是干净的了 完了在清除饲料中的玉米中 再用这个生物技术来种 它也是干净的了 所以环境先干净完以后 这才能做出来一个安全的食品 所以只有牧草健康 清除饲料健康 牛的饲料健康牛才能健康 牛健康了 除了牛奶肯定就是健康的 是走了这个路采取技术上的主动进化 而不是采取去选择一个干净的地方 这很难选的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 把发展现代农业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 刚才您也提到了 就是说最早设立商科技的时候 也是想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来提供一些服务 那么您怎么来理解现代农业这个概念呢 您认为在山安摩石中间有哪些是产生 很好的产生现代农业这个概念呢 现代农业 今天中共中央的一号文件 提出积极发展现代农业 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这个现代农业就很难定义 因为我从国家这个文件上 能看到怎么定义 什么叫现代农业 现代农业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讲 至少这个现代农业 它生产出的产品 应该具有国际竞争力 应该能打入市场 农民应该卖得出去 这是最起码的 当然作为现代农业来讲 它需要标准化 需要标准化才能实现 它的这个规范化 有了规范化的东西 才能够实现这一套 这个食品的安全 所以现在就说 说句到底的话 就是农民现在农民征收 通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通过现代农业建设 我讲的关键的观念就是 解决农产品的品质 农产品品质解决了 农民卖都是去了 这个农业也就好发展了 农业征效了 农民也就征收了 现代农业这个概念 我们也不可以套入外国的 中国的这个小农经济 你如果把你小农民的地 收回来 地体来种 这个生产关系就很难协调 如果不收回来 一家一户的住 这个生产利益和整个的大市场 就碰撞 又没有这个力量 来给大市场竞争 如何不破坏现有的生产关系 在现有的生产关系上 能够把农民地积约起来 实现农业的现代化 你土地一家一户的 他家三分他家五分的 这一块地割的零碎碎 不可能是能够实现现代化 那现代化说有个积约化 积约化才能实现它的这个规模化 有了规模化我们才能实现标准化 有了标准化才能实现现代化 所以这一块怎么有一个模式来做 三科科技集团是怎么做的呢 是用三番补的方法 就激活农民 就是生产资料免费给农民 这个你农民住的地呢 住的庄稼呢 我给你收走 按地头价收走 卖了钱呢 又给你二次反例 就是三番补 技术反补 技术产品反补 和二次分例反补 农民积极性的高了 他愿意跟你合作起来 这样一合作起来呢 就把土地积约化起来 因为土地的积约化 在实施现代农业 农业的现代化呢 就比较容易了 你能有标准化的操作过程 和标准化的实施这个手段 就能做出现代农业来了 如果光是这么提法 没有一个合适的这个创新机制 这个是现代农业 也是很难的 我们是这样做的 我还想看个问题就是说 因为我们在我们的一般的概念里面 觉得农民都是相对科学文化数字 稍微低一点的一个群体 而我们的这个技术呢 是一个科技含量很高的这个问题 那么如何来保证我们的生产基地的 这些农民都能更好的理解和运用这些科学技术呢 我们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经验 这个技术听起来呢 很复杂 有净土 有净水 又是解决土壤重金属 实际上 它科学发展的一定成为技术 越高 发展的越快的话呢 就是越高级的话 它应该越人性化 我们现在比方说净土的净水的重金属细服的 地下病毒害防治的和肥料功能 做在一起 它就是一个肥料 就放在一个里面 就农民很容易 农民会失肥啊 它几千年来种地 它知道是肥料 就用失肥的方法 就很解决 就是很人性化 就像我们现在的手机式的 一个农村的老太太会打手机 什么 但是也是高科技 很高的高科技 但是它把它基层化起来 把它简单化起来 我们也走了这个路子 就很容易这个实施 还有我想很多网友 可能对这个技术本身比较感兴趣 因为您早年是在国外工作的 大家可能想比较希望了解一下 这个技术的一些专利方面的情况 是不是您或者是山安科技 本身完全拥有这个技术的知识产权呢 我是1991年之前 在国内 1991年以后 是以美国国家政府 把我移民过去的 我是以美国国家重大的移民 到了美国 在美国呢 搞什么呢 就是帮助美国 也就像中国这个农业 很机密的一个机构 叫巴尔埃格 在那给它工作 工作这段技术 原来走之前呢 在国内已经基本成熟 但到了美国去以后呢 它有这个设备也比较先进 资金也比较充足 所以也就是对这个技术进行了更完善 更丰满的一个方法 但这个技术呢 是我个人报的专利 报了108个专利 就是美国PCT专利 所以这108个专利 包括有62个医药 就这个28项农业方面的技术 还有18项环境上的技术 都是利用的这个泰克8呀 也就是生命信息调控技术来做的 这一做了以后 这个技术呢 在国内来讲呢 也属于领先的 在国际上也是第一次 所以我们如果说我们这个技术 把它做好了以后 可能中国的农民啊 这个富起来 我脚子也是有希望的 很高兴张总给我们带来 这样的好消息 因为我们知道今天4月26号 也是世界知识产权日 我们很高兴我们自己的祖国 和我们自己的科学家 能有这样非常好的 非常实用的技术 还有一个问题 就关于销售方面了 因为我们知道您曾经说过 山安的食品的首选市场是国内 国内呢又首推北京 那么我们不知道 为什么会选择北京来 作为一个上市的那个 首要的目标市场呢 在北京啊 北京这个城市非常特殊 我在国外待的时间比较久了 就知道北京这个城市 它特殊的什么 它是一个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和面临那个什么 面临我们2008年就奥运会了 实际上奥运会对这个食品的安全 也非常重视 当然我们并不是 奥运会首选的这种安全食品 但是国家首选据我了解 好像就选择一部分有机 一部分绿色 是这样来做的 我假如国内啊 这些这些这些个 主持这个奥运会食品 这帮人呢 也动了很多脑筋 我们也想通过一个无农产物化产的 这个产品呢 在国际上对中国的一个很大的影响 中国的农产品啊在国际上号称出口了 实际上在国外啊也基本上在三流市场流通 进不到人家的高级的超市 因为那些产品呢 比方我们说卖到国外去了 是卖到国外中国人家的开的超市 进了中国的超市又在中国的人群里的流通 所以我们能够通过中国北京这个窗口 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就是给世界一个信号 就中国呢有最安全的食品走向国际 这对中国整体的形象是有很大的影响 这是当时就是定位这么一个想法 还有一个网友比较关心的问题 就是说既然三安食品是这么好的一个产品 那么它的价格可能也是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 就但也可能有的网友会担心 就说这么好的产品成本一定不低 那么价格上面是不是也是比会比其他的同类产品要高出很大一块 消费者能不能够接受这样的话 我不知道您有什么说法可以让我们的网友能够安心吗 这是这是我要想说的一个问题 世界上生产安全食品被有机食品 有机食品它用两个指标 牺牲两个指标换来了一个安全 牺牲的产量加大的投资加大的成本换了一个安全 但是三安食品整种打破了这种格局 也就是说三安食品实现了成本低产量高和安全性高的三统一 所以成本低它使用的这个这个生产资料都是很便宜的 它就仅相当于这个现在化肥农药这个成本的百分之五十都不到 所以这整个下来的成本呢 不是跟有机绿色比 跟普通的农业比 它降了百分之三十 至少成本降百分之三十 在食用军上可以降百分之七十 在养猪上可以降百分之三十 在农业种植上有的可以降到百分之五十 它的成本下来了 它的产量呢又提高了 比如讲这个在水果蔬菜上 它增产幅度比传统农业还增产百分之七十到八十 它在普通的洋食作物上也能增产百分之二十 所以成本下来了 它的这个产量又提高了 所以安全性又提高了 实现这安全成本和产量的三统一 所以它就价格就下来了 这基于什么呢 基于科技的这个力量 比如说我们现在手机 在这个中国呢 说在九十年代初买个大个大 就是抱着像个大砖头似的 那拿着那是五六万三十万 现在一个手机一两千块钱 很小一个小手机 这是现在手机比那些手机高级的多得多 但是价格下来这是科技的力量 科学的突破往往是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好的 那提到赵总带给大家的好消息以后 大家一定会关心这么物美价廉的东西 我们到底在什么地方能够买到 所以现在请赵总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的销售方式和销售取代 我们销售方式目前走的是封闭式销售 所谓封闭式销售呢 就说我们从天天地头直接到这个消费者手中 是一个全过程的 这个全过程它是在这个 有很多现在在中国 今年就打算开三百到四百个小区 就在小区里头来开这个产业 直接就是在小区里就可以买到 为什么走这个呢 因为中国这个也有不好的一个矛盾的造假太厉害了 你知道那商案一出来 但是就买这些商案 把消费者给这个信息就打乱了 所以买到花了大高价可能买的是假商案 可能花的很便宜买的是真的商案 所以我们走了这种就是封闭式物流的方法 我们讲来就走到小区 走到这个你的这个社区里头 这个专卖店来走这么一个路子 所以你在你的小区专卖店呢 讲来都会能够买到 不会走很远的地方 好的 那大家一定会关心就是说 目前咱们企业的一些销售的状况来看怎么样 大家能不能接受我们的这种销售方式和我们的产品 从目前来讲 因为我们也没做更多的广告 也没走很多 现在就光靠这种口碑啊 就传起来了 这个口碑 这个商案食品它又不光是安全 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它黄瓜吃起来 很多人说五十年代的黄瓜又回来了 这个西红柿吃了 因为这个西红柿我多少年都没吃着了 所以它口感也好 它这个品质也好 比较西红柿红素啊 就是西红柿那个番茄红素啊 它是一个对前列县是有好处的嘛 它就相当于普通化肥西红柿的六倍到九倍 所以它口感也好 它这个功能也比较好 所以就这个口碑很快 就光力不传就传开了 就传开了 现在都是这个 能买到它现在也因为产量可能没那么高吧 也不是太容易 销售还是蛮畅通的 老百姓还是蛮认可的 是这么一个情况目前 谢谢 谢谢张总 中国呢是一个人口的大国 这样的话 要让所有的国民都能享受到山安食品的话 可能会有一个推广的过程 我不知道张总在推广方面有没有什么计划和战略 然后呢 您认为山安模式能够得到在中国进行很广范围的推广吗 它不光是在中国应该在国际上也会很热的 我们走了这个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市场战略 谈市场战略 从经济学角度上来谈市场学角度 这个战略呢 我们抓住一个机遇 就是三个战略 一个机遇是什么 全世界 我在经过这十五年的时间 在国际上调研啊 走了二十八个国家 包括英国啊 美国啊 加拿大在发达国家 他们都缺一个东西 都缺一种安全的评价的食品 当然有机食品国外是有的 但价格很高 但是那个品相也不好 商品品相也不好 它和中国那个有机食品不一样 中国的有机食品长这么大一个白色 不可能的 因为它没有营养 那可能是另外一种炒作吧 我认为可能 所以国际上都缺少一种什么东西 安全的 老板人用的消费得起的食品 这个市场 目前国际上是空白 这是个空白 这是个机遇 这给我们中国 白亿农民富起来 可能创造的一个机遇 这是我这么想的 我讲的 也会走上这个路子 所以这是一个机遇 抓住这个市场的机遇 采取三个战略 第一个战略 叫标准战略 我们有一套标准 这一套标准 包括产品的标准 产品标准的检测方法 那么标准就是 大概这么厚的 一千多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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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上三千多叶 产品的标准 还有三大本 就是操作规程 怎么做出来的 就是标准战略 标准战略是世界上最高的战略 所以说比亚盖茨有这么一句话 所以说说 创新一个标准 吃掉整个世界 所以比亚盖茨走了这个路 我们往往 我们可能忽视了这个标准 所以我们创造了一个 超越日本 超越欧盟 超越有机的一套标准 这套标准呢 会在不久的讲来 也可能会到我们家 来搞一个新闻发布会 咱们共同来做 这个标准向世界发布 这标准一发布出去 这就会影响国际很大的影响 但是目前还没有发布 就被日本人 一个叫 叫做初春千一郎 这个他们带的是一个 日本的一个叫做 国会会员吧 他们已经 把我们的人邀请过去 咱们这套标准在日本的实施 这是个标准的影响是很大的 所以 第二个战略呢 就采取品牌战略 我们国内往往把品牌的品名混到一潭了 比方说科尔切牛肉 他认为 这个牛肉就是品牌的 实际上不是 品牌的有标准 叫做独特的标准 和这个诚信 和你的这个可掌控点 因为麦当劳他就是个掌控点 他掌控点 他那个卖的就是调料 他不告诉你 是这个掌控点 我们国内的这个品牌 你能做 我也能做 像蒙牛啊 伊利啊 科尔辛 光明的三大牛奶 都在那增 增了吗 增了个价格 就是打的价格战 没打品牌战 那外国的东西到中国来 他不打品牌战 不打这个什么价格战 你看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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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么 奔驰汽车 宝马到中国那些 中国的汽车 花花降价他不降 因为他以为他的品质 原来他的标准在那 所以这个品牌战很重要 第一个是标准 第二个是品牌 第三个是就是价格 所以这价廉污美 永远是个竞争的核心 所以我们怎么办 我们定为平价 三十品不走高价 不是有机的 比方说 这平价是个什么概念呢 我们定了一个幅度 是普通食品价格的 百分之 价格百分之二十到五十这个价格 比方说老百姓这个 普通的化肥的黄瓜 卖一块钱一斤的话 我们卖的一块二 最多到一块五 就这个价格 这个价格老百姓能接受得起 只要给你有机食品 卖十五块 这就是中间很大的一个差距 所以这个战略呢 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 它本身又安全 比于有机安全 比于有机的安全 比于有机的便宜 比于有机的好吃 比于有机的便宜 比于有机的便宜 这一块就是一个很大的竞争力 所以我认为会在不久的讲来 就会有全面的铺开的可能性 那明年的那个奥运会肯定是一个很大的商业机会 因为到时候全世界的目光都会集中在中国 我不知道我们山安科技集团有没有计划来利用这次 就是营销上的良机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和对外的一个宣传 我们现在就是跟奥运会这边没有联系 没有做这个联系 但我们食品安全也会很快不要注意所发现 为什么呢 我们比方说意大利 意大利现在来在中国 就在那个西单那边 在王府井那边开一个餐厅 他普通消费啊 进去一个 就是起码的消费是五百块一个人 这是意大利一个很大的一个商人来到 但是他就选的 就是山安食品 已经跟他们谈了几天了 我们有些品种中国没有的 有个特殊的小西红柿啊什么 中国没有的 他带来种子也要用山安方法来种 他跟我们签的生死状 你必须保证我的公民 所以这个呢影响力也是相当大的 就是外国人都选中了 他在中国选了很多食品 什么有机啊绿色 他不敢用 就是选中山安 而且非常积极地要跟山安合作 而且他提出了 如果你们种不出来 我们派技术来帮我们种 只要你按照你们的技术能种出安全的呢 就可以 我找一天晚一天的事情 会影响到澳洲委 所以我们是在澳洲委这一块呢 来做的 更主要的 我们还做的是更主要的 比方我们最近 选择了很多 就是通过这些技术 解决农民自负的问题 我们找什么地方呢 给各位网友探讨一下 我们并不是找的很富的地方 找的大农场 把农场主富 不是 我们找到了 广安 这邓小平的家乡 那穷得很 我刚从那回来 选择他那个县 人均这个 这个GDP 三千零七十七 就很穷的地方 所以在那个地方 要帮助农民自负 要把农产品做起来 给国家这个政策 导向 给胡锦涛 他胡锦涛 二十三号那天下午 胡锦涛主席主持了这个 政治军四十一次学习会 学习会 讲的标准化农业 怎么带领农民自负的问题 我们在选这个标准 在四川选了两个县 是穷的 在这个 这个 河北 来选的就是白洋店那个地方 都是比较穷的地方 就是走的这么个路子 现在目前正在做这个 给国家这个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 农民自负 给安全食品 结合起来做的 对了 我们刚才也是想到这个问题 就是说 随着市场的扩张 你肯定生产基地是要不断的 无论从规模 还是从数量上 要布的点要更广 我不知道 你们下一步的计划是在 还有在全国其他哪些省份 有进一步的建立生产基地的计划呢 我们下一步 今年打算发展一百个县 去年呢 要发展六个县 六个 一百个村 去年发展到 打算做六个村 实际做下来是四三个村 今年发展一百个村的话呢 现在可能将近一千个村比较积极 但是还没有完全实施 我们做了几个模式 一个模式就是老百姓吃的牛肉啊 牛奶啊 这个大家比较关心的 所以我们在科尔庆 在那个什么 科尔庆草原啊 通辽啊 搞了这个养殖一条龙 就从草原的进化 到这个 到这个 牛肉牛奶的产出 这一套系统 在那里搞了大概五十几个村 就在一个地方就是五十几个村 完了打算在苏北那个地方 很穷的地方 就说 岩城啊这一带 也在做 那个老百姓就是这个 种这个蔬菜啊 做出口的蔬菜 来在做 再就是河北这个地方 要选了几个县 再就是四川 要选了几个 大概基本上走的就是这个路子 今年估计是得超过一百个县吧 这么一个 某个布局 好的 谢谢赵总 那您能不能给我们展望一下 就是说 未来的五年或者十年之内 山安科技或者山安模式 能给我们的 广大的农村 能给我们这么多的农民兄弟 能够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好处 到时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呢 能不能给我们描绘一下 山安的这个 来的 就是我来到大陆 创建山这个体制啊 这个企业的目的啊 很清楚 就是想解决一个山需要 说山需要 就是国家需要 国家需要 找到一个农民自负的方法 经济持续发展的方法 环境净化的方法 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那怎么走 农村啊 现在说句实话 那个玉米都产了一千多斤 将近两千斤 水稻产了一千多斤 但农民并没有富起来 我们过去这几十年来啊 研究科技啊 农业科技主要在增产上 在温饱上 现在温饱问题解决 现在关键增产啊 在中国来讲外国的农业 没有中国这么大的增产幅度 外国是靠广东拨收 当然也是产量也是比较高 但毕竟是比给中国来比啊 还是没有中国单产那么高 所以这样走进以后 农民不明一富起来 怎么叫农民富起来 这是很关键的一条 要解决国家现在 中央国务院领导也好 中央领导也好 要再三强调 怎么叫农民富起来 这很很艰难的一个问题 国家又拿出很多钱去投入 这输血机制啊 已经造得很 真的是村里都收了百云路了 就收了水泥路了 但是农民还是没富起来 怎么解决一个造血机制 我们想配合中央啊 搞个造血机制 第二个呢 我们想呢 就是说 这农民兄弟自己呢 也能够有一个展望 有一个这个这个前途 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这个问题这么大 中国的问题这么大 有一个有一个人问我说 农业部都这么大个庞大的机构 都做不到这么多东西 但是我们要 要跟农业部配合的 利用农业部来做 为什么呢 农业部系统有庞大的 技术推广队伍 我们完全培训农业系统的 技术人员 就在全国实施起来就比较容易 不是我们再另建一套系统 打算是 应该不到五年的时间 应该在国内 应该说在每一个省都会有大面积的应用 这是我的想法 嗯 嗯 那我们这个产品 这个模式对于出口 农产品的出口方面 有什么样的意义和作用呢 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 无论是日本还是欧盟 他们的那个农产品进口的那个标准是越来越高 像日本的肯定列表制度等等 嗯 那么我们的那个 对于提高我们自己的产品质量 对于进入他们的门槛 有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意义 我是这样想的 我想不是进入他门槛 他们叫做日本叫做日本肯定列表 嗯 我们叫肯定门这个这个限制 绿色限制 还有一个这个绿色壁垒的这个限制 再一个是欧盟的叫零风险 嗯 但是我们的标准和它比较 因为我们这个商业这个技术做出来的产品 是超越了它 超越了日本 超越了日本 站在它之上 所以这一块呢 中国的出口企业不是打破了肯定门 打破了绿色壁垒 而是超越了肯定壁垒 肯定会走得出去 这一块呢 我相信会在不独的讲来 我们中国的农产品 会在世界上卖一个很好的撬价 中国农产品最安全 这个呢也引起商业部领导的重视 商业部有一个益销准副部长 在前几天就打个电话 他要送一套资料到这个商业部 他在电话里边说一个句什么话呢 他说张教授啊 说我们这个商业部 是为了这个食品出口的安全问题 一直是个困扰的问题 能不能给我们提供一套资料 我们学习学习 能不能到你们的考察考察 我们能把这个问题看看 有个妥善的解决 从部委领导来讲 他已经很积极的去做这个事情 所以我们呢 也就提供了一套标准了 提供了一套资料的 当然现在还没有信息的反抗 估计他讨论呢 研究啊得有一个阶段 但这个技术呢 可能一谈下去以后 很多是不相信 因为太神奇了 有很多人 美国没有 日本也没有 欧美都没有 中国的食品原来是最糟糕 怎么现在有最安全的呢 说这是不相信 因为只有一个神话 才能创造一番天地 他首先感觉是神话 但事实上不是神话 它是一套科技的突破 所以中央一号文件也说 科技的突破 是这个打破 双层制约的根本出路嘛 所以胡锦涛书记 还有中央 都已经非常清楚的 中国科技突破 我们今天呢 就走了一个科技突破的路子 我认为走向国际 知日可待 不会太久的事情 张总东 描绘了一个非常灿烂的前景 也给我们讲了很多 企业取得的成绩 但是我们都可能 都应该能够想到 在这些成绩的背后 肯定是充满了很多曲折 充满了很多困难的 您能不能给我们列举几个例子 就是在这种模式推广的进程中间 曾经遇到过什么样的困难 又是怎么克服的呢 这个实实在在地讲 这些技术推展不困难 关键的碰上的问题呢 是这个学术界 因为学术界 我们这个学术界 都从五十年代开始 学的都是化肥产业 你突然来那个生物产业 生物产业 还要把这个化肥产业 改下律师的舞台 他来做的舞台 就是说一个新的变革 往往引起不同意见的争论 这也很事实 所以很多网上啊 还有新闻界 还有学术界认为 张令人是一个神秘的人物 所以为什么神秘呢 因为我走了一条路 我不争论 没有时间去争论 我们那个时候 就大概几十年没有争论 所以在九一年 已经很大的争论 九一年之前 后来呢 我被美国这个请过去了 在美国做了若干年 后来被李嘉诚先生 在香港李嘉诚先生 请了他旗下 来给他创造了一个 长江生命科技 也是李先生最关注的 晚年的一个 他这个最兴奋 最高兴的一个企业 所以我来给他做 这个首席科学家 所以说呢 我也给他成功的 创造了他的上市 他的产业的辉煌 所以这些呢 都足以构成一个不同意见 最后呢 又是一次 又走向这个 目前的辉煌 所以在农村推广 目前来讲 现在机遇非常之好 每个地方的干部 都非常理解 比如四川那个 广安市的市委书记 叫王平 他亲自来北京请我 到他那去跟他干部们 上一堂课 他组织八百多个人 的处级以上的干部 还有呢 还有技术人员 还有些这个专业人员 来听课 所以他亲自来主持 所以现在看来 吞广的阻力并不大 实话实讲 中国农科院的院长 叫做陈虎渠先生 这个陈虎渠院长 已经跟我们 约谈几次了 他们要积极地加入 到我们一起 来把这个中国 这个农业问题做好 现在看来 阻力并不是太大 所谓大的呢 就是以前比较大 现在大家都理解了 好像都会中央保持的 这个布料比较一致 目前还没碰到什么 不顺利的事情 好的 那我们知道 山安食品它的一个技术平台是 生命信息调控技术 TekBear 我们知道您旗下的另外一家公司 北京德瑞长生命健康制品有限公司 好像也是采用了这种技术 也是有很多科研成果 有很多产品带给大家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些方面的情况 这个TekBear技术是英文的简称 它的中文解释呢 就是生命信息调控技术 生命信息调控技术 它就是生命领域 生命研究领域的一个新的方法 它就把这个生命啊 不要把一个活的细胞 一个活的这个机体啊 不管是一个小的动物 或者一个小的细胞 或者小的一个微生物 它都看成两个部分组成 这是TekBear技术的这个和不同的地方 一个和现在传统的不同的地方 它看成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就是肉体 就基因啊核酸啊半白啊这些东西 但是TekBear技术把它看成既有这些实体 也有另外一个活的东西 也有一个信息 这个信息标志着一个物质活和死的区别 所以我们利用这个活的信息来研究死的物质 死的物质呢 又能够是一个活的信息的一个技术 这么一套方法 这套方法在国际上还没用过 实际上这个技术听起来很复杂 所以很简单 就说我们现在大家都用电脑 这个电脑 你买一个电脑 你里头没有这个BOS系统 就是BOS这个基础的运作系统 你装成的软件是装不进去的 所以它必须有这个信息系统 这个信息系统呢 应该是这个生命信息里头的 最关键的一个一条 我们用这个信息呢 这信息的这个调控 反调控方法 创造了三个领域的技术 一个领域的技术 是生物医药 我们用62种生物药 有62种生物药呢 正在申报过程中间 有的在申报 有的在准备资料 其中有一个就是埃之病的药 埃之病的生物新药 我们已经2月8号 通了国家药审办的批准 就是国家药整 药整管理局的批准 允许上临床了 这个药呢也是第一个 世界上第一个 也是唯一的一个 能够用生物方法治疗 艾滋病的这个不是医疗的概念 也不是中药的概念 也不是西药的概念 它是完全用生物因子 来治疗艾滋病的一个方法 所以这就是这个 德瑞糖其中呢 就是负责这62种药 还有一部分健康品的这个开发 都是用生物技术来做的 所以这个德瑞糖的技术呢 也是这个抬克巴亚技术的一个分支 好的 那我们再问您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说 现在我们的商业食品的上市 主要是在什么样的地方 好给我们一个网友一个信息吧 他们在什么地方可以购买到 在全国的哪些城市哪些地点 可以购买到我们的这些产品呢 这个目前来讲还只有在北京 在外地还没有做起来 因为去年刚刚做 在北京呢有几个小区 具体的地方我还不知道 我不管经营的 可能讲来可能 如果网友喜欢的话 可以到网上去查一查 我们网上可能有公告的 这山安有个网 有个网就是SN 这个SA-NY 就是山安农业 就是打山安农业 也可以找到这个地方 因为他们在小区的在做 在销售 好的 那么在我们访谈即将结束的时候 您还有什么要跟我们的网友 介绍或者交流的吗 要交流的话很多 但是最后用两句话 给各位网友 这个来交换 这项技术的突破呢 有可能 网友信心把中国的农业呢 把中国的农民呢 代付 也希望各位网友呢 共同来达到这个事业 这个事业太大了 不是我个人的事情 可能是各位网友 是全国老百姓共同的一个事业 然后还是要感谢 北京山安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总裁 张令玉 张总裁来到我们人民网来做客 为我们网友提供了这么多的信息 张总也是从一个科学家和一个企业家的角度 介绍了一项新的技术和一些新的产品 虽然呢目前可能只有北京的网友能够享受到这些高质量的产品 但是我们大家都希望山科技能够不断的发展壮大 他们的事业能够一帆风顺 能够让我们更多的网友能够享受到 具有五十年代的那种口味的一些农产品 好的我们谢谢张总 也谢谢网友的参与 今天的访谈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人民网 好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